哈 歡迎光臨 他是美味天王鄭國城 他是台北小偷王耀慶 你 現在收看的是最美味的美食節目 全能美食社會社會 我最喜歡吃的是炭烤 有點焦 有點焦 嚇到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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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芝麻 醬汁沾快一點 自己引起大一點 脆條的醬汁 來到現場 加辣 非常程式 非常的豐富對不對 你剛剛吃起來口感跟炸的 完全不一樣 外面酥酥脆 裡面脂肪味 因為這個脂肪 硬的脆的豆 剛剛口的皮膚 有沒有看到他的肉脂 肉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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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 我要吃 我吃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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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不出來 我吃吃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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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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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咬就是有聲音的 最近 好酷 好酷 濕脆脆的 好酷 他的臉都不用說了 絕對大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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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冰廷總獎禮 最大的冰 最小的冰 最新的冰 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 鹹的 它是鹹的嗎 鹹鹹鹹鹹 這是墨魚 對不對 請問他像這一刻 你知道多少錢 不能講 墨魚真的吃到海味 海味 墨魚要加飛魚卵 通常坐在一起 然後它就加這個奶冰 有沒有 漂亮 你的冰一開始是甜的對不對 化開之後啊 你看他都聽傻了 直接爆完牌子 你看 然後另外兩個人要合起來 吃的感覺趕快告訴我們 好不好 來 好酷 好可怕 什麼東西啊 而且喔 因為這飛魚卵是處理過 如果沒有處理過 這個飛魚卵吃到今天會 會像口香糖一樣 那個膠質整個出來 那還不能噴進去 我要跟薛姐姐說一句話 說 好好吃喔 我相信啦 歡迎光臨 這個暑假就要結束了 對很多同學來說呢 這可是一件大事啊 為什麼呢 意味著 你的好日子吃就要結束了 沒錯 這很重要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把握接下來的時間 痛痛快快的 再去吃到全天宿上 玩到片子鈴聲 說得好 時間真的不多了 來把握 片場的來賓呢 都是會吃 而且愛吃的 很角色 很角色 我想歡迎他們 首先第一位 不得了 曲愛金山姐 歡迎 大家好 路呢 是人走出來的 幸福呢 是我們大家一起吃出來的 謝謝 好 第二位 羅諾 沒有曾國城王耀慶就沒有美食 沒有美食 就沒有全能美食秀 所以要吃好吃的美食 就要準時收看 周日八點檔十字路口 好冷 前面還聽得滿感人的 後面...對不對 對 我們趕快跳過去 趕快鼓動 下一位自己也在外景中間 反正會緊張 這一位可以說是 歌而優則主持 我們景雯 大家好 我是景雯 看什麼微笑 我上山下海 全身走透透 天上飛的飛機 地下爬... 不是 地下走的正中機 我沒吃過以外 其他的美食 從來都沒有在我嘴裡面錯過 對G我進去啊 今天你來對了 我們節目裡面待會兒 好大的G啊 要大才好吃 對 對 對 這是人小自信公啊 待會兒給你大雞吃 好 好 接下來這也是 我們的這個一潭新人 青春偶像 相當帥氣的這一個人 好不好 歡迎陳德烈 對我來說呢 美食就是... 就是一種幸福的感覺 而你想要有幸福的感覺嗎 我們就請看 全能美食秀 這個他也是來競選外景主持人 對 讓我們歡迎你 對 接下來這一位是永遠的小天使 我 橫耳教育小姐 鳳姐姐好 謝謝教人 美食對我來說 就是隨時追回 我想要減肥的那個念頭 歡迎烏鴉嘉賓 謝謝 好 這邊馬上就要關上桌了 馬上進入我們的第一個單元 好 這邊 好 介紹到我們那個美食咕咕看的時候 來 這個呢 我們的五位來賓呢 應該啊 可以說呢 NONO 嘉文啊 這個景文 都有自己的外景節目 應該對一單市場上的行情 非常了解 個人領域當中 在十一住行方面 對於哪一類的行情是最了解的 飛行走獸類的這個價錢 我非常的清楚 飛行走獸類的 對 像那個一隻蛇來講呢 通常小隻的大概五百塊以上 大隻的那種通常都要兩三千塊以上 而且呢 那個蛇喔 可以做的那個蛇藥罐 一罐大概五百塊錢以上 那個就可以這個解讀作用 如果說你要更好的 可以就讓身體非常好的話 那一罐要一千塊以上 如果說你還要知道皮膚非常好的話 請問... 我們節目常用只有一個小時半 我如果沒有教你提 你會講多久 好厲害吧 大概可以 好 謝謝 不要再聊了 你鞋子穿幾號 你再聊下去 你不會知道我鞋子穿幾號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不是 是漏掉了一位好朋友 我覺得你 你剛剛的行為相當的挑釁 而且不禮貌 我哪裡不禮貌 真的很不禮貌 你完全把我們資深硬底子 職業活動主持人 許愛儀讓在旁邊 怎麼回事 真的 我就覺得你知道嗎 很沒有禮貌 論這個資深這裡頭呢 我也算是滿資深的 你不能用介紹的 你對我們來說 對這個節目是用歌頌的 沒有 對於所有的市場行情 你沒有不了解 今天報紙才等等就你說的 你是個Shopping Queen 沒有 我只能在某一個領域 那就是精品 只要是精品 包包精品 這個衣服 精品的這個鞋子 精品的這個鞋子 精品的手腳 精品的這個 或者是16 18 14K斤的 沒錯 就是貴的 我覺得說要精品 我覺得我會比你驕傲一點 真的嗎 因為我個人對農產品 我們比較有研究 等一下 不是因為農產品 比你多一個字 你就覺得驕傲好不好 沒有 等一下 這位農友 我們現在要拿 我們等一下 好 我相信你們今天 這麼高檔的一個美食節目 應該出來的食物 都是精品吧 表達對你的尊崇 真的嗎 今天我們特別 剛在會外 我們開了一個小小的會 這樣子啊 今天所有的孤架品 你是我們節目開播以來 第一個 我們每樣都從你先猜 第一個出 你後來到你的位子 你還去帶出一隻這樣 真的嗎 好 好 好 如果你第一次就猜對了 除了東西帶走之外 大家給你掌聲對不對 對 我們再加五千塊給你 好 菁國城 陳陳哥說話了 菁國城 菁國城 你變了耶 你怎麼就這麼大方 你要搞清楚 我剛才講的是精品耶 五千塊我可以買什麼精品啊 再加嗎 再加 一萬 一萬 一萬五 就從一萬起跳 好不好 好 好 進去我們的第一項商品的孤架 好 秀 第一項孤架商品呢 是由台東縣農會 所提供的頂級世家 每年七月份所開始採收的 DP世家 是精華中的精華 品質最好 每顆重量打一台雞 外皮薄 果肉飽滿 綿密中帶有香甜的口感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一顆接一顆 因為世家還有大量的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 以及多種維生素 營養價值相當的高 而且因為熱量極高 可以有效的補充體力 並且具有養顏美容 強健骨骼等多樣功能 所以無論是正餐或水果 都非常的適合 請問 這麼一箱 二十台金種的頂級台東市價 價值多少錢 我們先請 愛玲景 這個如果是說 以台北市的市價來講 這種台東頂級的市價 應該是150 一個台金 對不對 所以呢我這樣子 雖然如果是來自於 台東農會的話 我們剪一半再少一點點 所以呢我估算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1260 1260 我們是農地產 就是農會產價 小姐 剛剛跟她的第一個1萬塊 說了再見 價錢比1260稍微高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嗎 比1260高 高一點 所以現在請各位估估看 來 1600 多少 1600 1600 恭喜再見 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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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次下有1萬 你怎麼不講一千六呢 你怎麼不講清楚呢 你怎麼不講一千六呢 你幹嘛給他好看呢 沒有,我現在都是選平標準的 對不對 你剛剛猜對了後面那位農友怎麼辦 對,你一點都不給農友機會 很不好意思 你這位農友會想上街抗議嗎 不會 抗議 抗議 安靜一點 現在呢就是想吃這個 精品世家的口味 好香喔 吃吃看 你看那水 流汁了 那位農友不要碰那位農友 好香喔 怎麼樣 綿綿的感覺 軟軟的 細細的口感 為什麼我在吃它的時候 我的鼻頭會冒汗呢 鼻頭會冒汗 水會從鼻頭滲出來了嗎 我覺得是太甜了 那蜜汁直接從鼻頭冒出來了 那個地頭可不可以讓 你為什麼別的要冒出來呢 來… 這個地讓你聞一下 好好吃喔 真的 好甜喔 而且它的口感非常非常的 就是跟我們一般的世家不一樣 一般的世家放到嘴裡頭 好像直接就軟趴趴 就好像就流失掉了 因為它還不夠成熟 它有它的纖維質在裡頭 然後 有沒有蜜的味道 好甜喔 有啦 好像怪妹妹喔 這個世家 這個世家有這麼快又有效果嗎 好 好 恭喜許外林 恭喜許外林 謝謝 好厲害喔 進行下一個公眾品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要估價的這個東西呢 它是由達爾能高級礦泉水公司 所提供的世界知名 Apion礦泉水紀念版的水滴品 這個礦泉水呢 是來自法國的阿爾卑斯山脈 在歐洲貴族眼中 將它設置為聖水 因此呢 它有天使之水的美運 當年Michael Jackson呢 來開演唱會的時候呢 就是指定 使用這種礦泉水 就是拿來洗澡用 水中富含礦物質 重碳酸鹽 以及鈣酶等成分 口感滑順 並能普通人體自然的需要 這個水滴造型的玻璃瓶身 非常特別 而且適合當作永久的收藏 請問 來自於阿爾卑斯山脈的Apion 紀念版水滴品 一瓶價值多少錢 艾玲姐 這個算驚喜 而且在時尚雜誌裡的報導 回了 請 雜誌報導過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記得不用那麼貴 我告訴你 平常一般在7-11買的話 它是60塊 那是塑膠瓶 後來它有初一版是運動版 所以掛在這身上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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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個也是塑膠瓶 對 那個也是塑膠瓶 請問 這個材質是玻璃瓶 所以我告訴你 就差不多320塊 我的媽呀 她怎麼會 天啊 答錯了耶 那是高還是低嗎 你把她講得這麼豐富 我這樣完了… 我真的害她飆 我不騙妳 我現在鼻頭也是甜甜的 沒有啦 她做效果那裡 剛還是低啊 剛還是低啊 她的太低了 太低了 好 第12名高 請各位鼓鼓看 我覺得她大概有3千塊吧 3千塊 第一年 愛玲姐 我覺得工作人員真的很壞 愛玲姐 請出家 紀念版一定是個吉祥數字 1680 一路發啊 恭喜答對了 恭喜 妳們把我這個 妳們把我這個龍油 看在哪裡 我這個龍油 道謝到我道謝 謝謝 不能完全三條線 希望她我這邊黏一黏 我感謝我的愛玲 讓我平常在一個紀錄環境當中 對耶 平常能夠接觸到所有的金錢 所以像這種 一定要什麼招集的水 妳們一定可以 妳們把我這個龍油 看在哪裡 真的 旭愛玲 農會的 妳不用喝這麼高級的水 多喝水就可以了 還好 一把所有人當道具 所有人當道具 女生 我也是特別來賓 我都沒猜到 妳 要給新的一個機會 妳也讓我講一下 含豐富的鈣與美 來自阿爾卑斯下的 妳喝完瓶子給我好不好 所以我想要瓶子 不可以讓 有很貴的感覺 因為礦金水四個是夏天 大家很多人 滿適合妳貴夫人的形象 妳吃不到山上了 妳有沒有喝 妳有沒有看到那個水 又是紅了 妳沒有紅毛巾 不會 這個是新品喔 聞一下好不好 不會聞一下 妳這個戀物屁 好棒喔 好濃郁喔 什麼感覺 我覺得喝下去 那種感覺是全身舒爽 真的 跟一般的水有什麼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它很順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 其實有很多人喝他們的水 會覺得有一些小小的味道 跟一般的水不一樣 其實禮猴是天然的礦物質 再次恭喜許愛玲 恭喜 妳知道雪瓶女王 許愛玲的驚人估價功力嗎 衣服才用的話 不要選一人一萬 製作人出五萬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告訴你 差不多在美國的話 買這樣子的一個巧克力 差不多20塊美金 20塊美金乘以30的話是600塊 那可是呢 在瑞士產地那個時候 我看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最20塊的話 我才是540元 怎麼了 我不要錄了 我不要錄了 恭喜答對了 恭喜答對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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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 這小弟每個人都吃一點嗎 每個人都吃一點 因為它入口即化 是 真的入口即化嗎 但是在瑞士呢 他們最重要的是 喝咖啡的時候 絕對會配巧克力在旁邊 他們咖啡不加糖 他沒有看過 這麼倒楣的製作單位啦 怎麼賭怎麼輸啦 你們在幹什麼啊 現在是 現在是 四人組 我跟你們說吃起來啊 我不相信 一定要請清楚人吃 好歹他有花5萬塊買來 讚讚讚 我喜歡 好貴巧克力啊 我們介紹下一樣的商品 是 Arancino酥炸乳酪飯糰 由台北貝里尼餐廳所提供的 酥炸乳酪飯糰 Arancino 在義大利的原文是 如同柳橙飯 炸了酥脆的外皮 連面用番茄醬拌炒過的 日本月光米 包著由義大利進口的 Karvassin cheese 跟Mattegola cheese 內酥 內飯 米飯的鹹味 跟乳酪的乳香甜味 搭配得恰到好處 再沾上番茄碎牛肉醬 酸酸平靜的口感真是完美極嫩 請問 這樣一份外型獨特 融合了歐日風格的酥炸乳酪飯糰 價值多少錢 等一下 怎麼樣 你剛剛兩次 他第一次都沒猜中 雖然他猜中最後一份 他第一次都不會猜中 沒那個符報 多像也是 沒那個符報 如果你第一次 現在就猜中的話 他加一萬 我再加一萬 真的嗎 兩萬喔 兩萬塊輸定了 真的 他是餐廳的股東 好 請現在告訴我 這樣一份 我先糾正一下你的發音 Arancino Arancino 我看這兩萬塊不飽 Arancino 在我們的盆利尼餐廳裡頭 是一個 是個開胃菜 這開胃菜的這價錢呢 比例大概差不多280 Arancino 而且這一家是在 復興南路的這一家 是完全不一樣 那價位就算是200塊 Arancino 不要說太多 告訴我多少錢 Arancino 妳兩個死了 280塊 280塊 對 鄧文森 1萬塊 答對了嗎 答對了嗎 恭喜喬妮答對了 Aranc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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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兩個死了 Arancino 妳兩個死了 Arancino 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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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兩個死了 妳要不要直接把下一道菜 直接端過來 我不要讓她一直放 她不是什麼啊 對啊 我先來嘗一嘗這個 她那邊也沒用啊 她一直補那個特寫 妳們在講話只有特寫 也沒猜到 我來錄片 沒說到話 坐一家 我等下一段好了 我還可以翻翻價錢 對啊 比較有鏡頭 怎麼這樣 猜也沒猜 請吃 那我們吃吃看什麼感覺好不好 好 Arancino 真的太驚人了 好好吃喔 對啊 慢慢的切 這邊切開 先把這片子拿開 好 我們可以補回來啊 起司慢慢的流出來了 我剛剛要飯了耶 對 流了… 今天夾了一層起司 而且剛剛在玩的時候呢 有牽絲耶 真的是起司 是會流出來的 吃吃看… Oh my God 我平常呢 不要吃太多… 假日的時候 常常呢 跟這個王耀慶夫婦 他們一起看這個節目呢 我… 我… 他真的是太幸福了 這個起司 如何能夠這麼有彈性 因為他長得好 對 你要不要感謝 台東縣農會 你追了 應該感謝 而且台東縣農會有什麼關係 我要感謝我爸媽 你自從吃了那個釋迦以後 你的智慧全開啊 真的 我還沒吃我就開了好不好 姐姐 你怎麼會吃太大的口 姐姐 你看那個嘴巴多幸福 你看看 這麼大的嘴巴 嘴大吃四方 我得罵嘛 你看看 Oh my God 好好吃喔 Oh my God 你現在都打嘴 你被起司完全在包裹住 我不相信 一定不好吃 真的喔 一定不好吃對不對 一定不好吃 我也是這樣覺得 你就是見不得別人好 I don't know 它裡頭呢 其實這整個口感 如果你吃過那個非常好吃的 Spaghetti sauce 就是義大利肉醬麵的話 它的那個味道 整個那個調味 感覺是義大利肉醬麵 但是它裡頭也有起司 因為一般來講 蛋盤炸的話會乾乾的 但是還有那個起司的那層 配合在中間 它就像一個小小的Cuchon麵 聽起來沒那麼好吃 有下去 蛋餐裡面怎麼會有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然後讓每一粒飯呢 都透過那個PARMESON CHEESE 把那個肉醬呢 能夠Sauce 全部黏在每一粒的飯上 你真的可以感到 你在… 永遠不能是粒粒貼心補 真的 趕快進行下一個 泰國大干貝 讓我猜一下 你講那麼多 謝謝 謝謝 好 好 好 進行下一個貴重品 好 好 來 接下來呢 顧一下這張商品呢 徐曉琳 你注意了 我跟你講這次如果你猜對的話 我們再加兩萬 如果沒有猜對的話 你把兩萬還我們 不是 再來這個 拚了 這四萬耶 四萬耶 四萬得說個道理 而且事情一定要有延續 你要凹 你要四萬嘛 就他猜對的話 你就再加四萬給他 他沒有兩萬讓你抽回去 好 加碼是這樣加 就四萬 說得好 所以就兩萬有用 所以就加四萬 所以他 大家猜下去 四萬塊 等一下不要氣 耶 爆 快點爆 你 兩級的主持費 炸開 很氣 我的錄影票都沒了 快點吧 我冷靜一點 你不練是不是 有 我還練 接下來這個呢 是由反骨日式串燒 炭烤專輩店的成績中的 炭烤大干貝 大干貝 大干貝呢是由日本呢 阿波里新生縣呢 空運來彈 每顆鏡重約110公克 直徑長達6公分 纖維腸彈性足 是目前全世界干貝中的幾品 店家呢將這個干貝 直接放在炭烤上面 用慢火 將干貝烤到剛剛好熟 表皮烤成金層色 再沾上呢利用了 白韭的日本醬油等等的 多種調味料 混合起來特調式的醬汁 外酥內Q的口感 道地日本的口味 吃在嘴裡面 彷彿油在大海上一樣 只有親自 試過以後 你才能夠體會 這樣的一份 三串 每一串兩顆 所以一共加起來 應該是六顆左右 這樣就是串燒炭烤大干貝 價值 多少千 確定 三千六 三千六 太多了吧 太高了吧 是你 你還是有這個圍套 我們美食 我們... 太多嗎 請低一點好不好 現在開始 烏烏看 這位農友 我相信這是你的強項 我跟你講 我還踩過這個干貝 踩過干貝的 對啊 請出價 兩千兩百八 跳舞跳兩千兩百八 低一點 兩點一百 第一次發言 請出價 1200 1200 高一點 高一點 嗎 高一點 好緊張 加油 1500 多少 1500 1500 高一點 高一點 這一個一千五百塊錢 這一顆 兩百五十塊 蕭文 蕭文我們很好對不對 一顆兩百五啊 這一顆 一顆兩百五 還算到小的芝麻耶 哇 那個彈性 超濕的耶 那個肉是細膩的 一濕一濕 乾貝是吃的棒 所以要跳上那個嗎 很韌大 所以是結帝連接的地方 結帝 要能長這麼大 那棒個長多大 那麼好大一顆吧 我想 你那個好大 我在澳洲 我看了都這麼大 可是台灣就是鞋子 什麼感覺是不是 你不要吃得這麼隨性嘛 你一個拿澳洲線 公平來台喔 我跟妳說 感覺是什麼 那個感覺就是 干貝裡面 非常非常好彈香 很韌 那個韌性很長 雖然有點像那個 好猶豫的那種感覺 我不相信 有沒有 警衛 你冷靜一點 警衛 然後你知道在外面有醬料啊 然後烤完之後 外面就有那種 日本醬油淡淡的清香 它是醬油烤的嗎 對 然後有 有獨特的味道 有柴魚的味道 恭喜何佳文 進行下課的創作品 好 下課 開 喔 好吃喔 心情好累喔 這個比較起來 那個何佳文有人聽味多了 不是 我覺得把錢拿回來 感覺比較好 對 我覺得 你們還要挑戰嗎 什麼東西啊 還要挑戰嗎 誰在講話 我啊 不要怕 我告訴你 最後一把我們下大柱 好 剛剛製作人的交代 如果這一把你第一次猜中的話 不要說我們一人一萬 製作人出五萬 真的嗎 假的 五萬喔 蕭哥 蕭哥 你可不可以站到 我可以看見的地方 五萬 五萬 大家看好了喔 好 接下來這個商品呢 是由台北歐風餐廳所提供的 泥炭生巧的利益 由瑞士原裝進口的材料 製作出新一代的巧克力 因為最後成型的樣子 好像泥炭一樣 所以才叫它泥炭巧克力 因為是原裝進口 稍微期限只有十天而已 當年在日本皇太子 以太子妃 雅子小姐的情人節婚禮上 瑞士送給日本人的禮物 就是這款巧克力 請問 這樣一份重達兩百公克的 瑞士泥炭生巧克力 價值多少錢 屈愛玲 你一定可以 這是精品 你們大家知道 我今年四月份 才送哪裡回來嗎 瑞士 答對了 Yeah 加起來有七萬耶 七萬 現在有一本超票 抽票在超耶 很快 你看你才一萬二百而已 我告訴你 差不多在美國的話 買這樣子的一個巧克力 差不多二十塊美金 二十塊美金 二十塊美金乘以三十塊是六百塊 那可是呢 在瑞士產地那個時候 我看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二十塊的話 我猜是五百四十塊 五百四十塊 感覺刺激了你的臉 有翻臉 對 小姐出校就是不一樣 五百四十塊 感覺還滿接近的 怎麼了 我不要錄了 我不要錄了 對 對了 真的還假的 五百四十塊 恭喜答對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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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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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 還是沒有拍 我想說好不容易 終於輪到第一個 隨便的來 幫你拍一下 對 對啊 這個效果結果 連猜都沒猜 好 現在這個 這個 這巧克力每個人都吃一遍 每個人都吃一遍 是為它入口即化 這入口即化嗎 但是在瑞士呢 他們最重要的是 喝咖啡的時候 絕對會配巧克力在旁邊 他們的咖啡不加糖 那咖啡的味道 會不會被巧克力給帶走呢 絕對不會 它會讓那個甜度不會太膩 然後呢 它就有那種調和的作用 那這個巧克力的口感 會不會很厚實呢 我們這樣好不好 這是最重要的 自家人一定要照顧自家人 它是我師弟 我不相信 好 我跟你講 你今天出別的國家的巧克力 我都沒有辦法猜中 可是好死不死呢 我四月份才從瑞士回來 對啊 你真是巧啦 你從瑞士 我們弄得從瑞芳回來就知道 對啊 好歹你也猜我是瑞芳人 讓我猜一下 什麼都沒有啊 這邊是 沒有看過這麼倒楣的製作單位啦 怎麼賭怎麼輸啦 你們在看什麼啊 現在是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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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啊 吃起來啊 其實它要吞下去 第一口口感 什麼感覺 真的 真的嗎 一定要請製作人吃 好歹還花了五萬塊嘛 讚讚讚 讚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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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巧克力真的好吃 因為不會很酷喔 不會很酷喔 但是在嘴巴裡面感覺好好 好香喔 您的商品 讓人獅子大動 停不了口嗎 不論您是當地的食材 還是創意的料理 我們都歡迎您的推薦 美食讓我們拉近的距離 更讓您享受到 那份成功的感動呢 這個現代人的記憶的養生 健康的緣故呢 所以比較喜歡吃白肉 像是雞肉 海鮮這一類的 今天 全地美食我最讚 要為您介紹呢 就是從南到北 最棒的雞排 對 到底誰的最大 誰的最厚 誰的最美味 誰的最超值呢 一起看看我們這樣 全地美食我最讚 而東方人雖然沒有 停用下午茶的習慣 不過在放學下班後 晚餐之前 也喜歡吃一點鹹點 補胃什麼的 先墊墊肚子 或者是當作開胃的點心 然而最受到歡迎 解嘴饞的開胃點心 一定要手推營養又便宜的 雞排肉 只是台灣 從南到北 有上百家的雞排店 最好吃又有人氣的雞排 又是那麼的多 來 你好 歡迎光臨 你好 請問要什麼 你好 你好 超營養雞排 我最讚 阿亮雞排 讚 長 16公分 寬 11公分 厚 1公分 重 200公克 在南部阿亮雞排 可說是遠近馳名喔 老闆為了做出 一塊最美味的雞排 花了他一年的時間 去研究雞排的口味 除了花下將近 30萬的成本之外 老闆更是以身試法 一塊一塊地 慢慢吃出雞排 他最棒的口味 人家是用相片寫日記 老闆卻是用雞排 來寫日記 除了找出最好的味道之外 老闆對於用料 更是不惜成本喔 雞肉是選用成本 高於一般雞肉的 電載溫體機 從電載廠運送出來之後 老闆就掌握著 一分一秒的新鮮時刻 讓所有的雞肉保持最佳 最鮮美的狀態 直接就在大型的冷藏庫中處理 老闆更是拿出他精心研究的滷汁 在冰庫裡就完成了研究的工作 最後在放入溫度約4度C的低溫冷藏室中 入味三天 這樣一來 所有的好味道都滲入雞排之中囉 雞排裹上薄薄的乾粉 放入約180度的油中酥炸 經過五分鐘之後 No 我把我心力血的雞排就此誕生囉 外酥內嫩 肉汁飽滿 這種美味的感受 只有親身體驗才知道的喔 炸好的雞排撒上胡椒鹽 要整片的吃不要切開 這樣才能保持它的原味 將骨頭放在袋子的下方 讓客人能夠從肉吃到骨頭 最後再骨頭慢慢地咬碎 有 有 真的很好吃喔 我每天都買來吃 沒有 有 它那種超棒超嫩 就有噴汁超好吃的 有啊 在那邊 趕快要去買啊 不然會排不到喔 到底這雞排是何方神聖呢 雖然成龍雞排 每天下午4點才開始營業 可是每天一大早 老闆就會開始進行前置的準備工作喔 他總是親自動手 將當天現在的雞胸肉 去除掉多餘的皮和油脂 為了讓客人吃得安心吃得開心 所以我每天一定會親自來處理這部分 讓每個雞排吃起來不油不膩 對 除了完了之後 接著再將雞肉醃製在醬汁當中 放置在冷凍庫裡面冷藏六個小時 讓醬汁裡頭的色 香 味 能夠完全地進入雞肉的每一根纖維當中 等到營業之前再將雞肉拿出來 瀝乾多餘的醬汁 外表再裹上一層 由四種粉料組合而成的特調乾粉 為了使這個粉跟肉 能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所以雞排做好的時候 要先等個兩三分鐘 讓這個雞排回炒以後 再下油鍋炸粉跟這個肉 才不會整個都散開 我們把雞排下鍋之後 先炸個三十秒讓外表定型 接著將雞排取出來 從最後的軟骨位置解一刀 再放下去將血水完全炸乾 雲末三分鐘之後 這香脆可口的雞排就可以起鍋了 一口咬下 清脆的酥聲回盪在一口之中 根據媒體朋友的透露 老闆最高的紀錄曾在一天當中 賣出450斤的雞肉 你知道嗎 這相當於2700倍的雞排呢 餐廠雞排 讚 家鄉炭烤雞排 讚 長度23公分 寬度16公分 厚度2公分 重量350克 在台中東海別墅學區 有這麼一家雞排店 美味的口感讓人聞香而來 消夜的唯一選擇是炭烤雞排 料都實在一頂夾來爆 到底是什麼樣的料理方法 才能夠做出這道人間美味呢 經過認證的電載雞熊肉 事先醃漬過 當使用前 退冰到七八分 而保留剩餘的結冰成分 就是希望未來這些冰凍的部分 能夠為美味的雞汁夾粉 先沾上一層濕粉 再裹上雞排粉 並用雙手用力的一壓 讓雞排粉緊密的附著 然後再放入油鍋中 速炸5至6分鐘 滾熱的油豬帶出雞肉的香味 看看它那金黃酥脆的雞排模樣 是不是讓你很想要咬一口呢 等一下 還不到吃的時候喔 老闆還要讓它的美味生的呢 有沙茶醬 甘草粉 五香粉 肉桂粉等眾多材料 所調配而成的家鄉獨門醬汁 炸熟的雞排進入醬汁內 酥脆的外表吸附了多層的醬料 什麼 還要再放在爐火上頭 用小火慢慢的烤 表皮冒著泡 香味 那色澤 要是能夠咬一口 就能夠享受到油炸後的酥脆 開烤後的香味 老闆 拜託請人家吃一片嘛 什麼 什麼 還有一道手續 為了讓大家方便品嘗美味的雞排 老闆用激起 將雞排咻的一聲 切成適當的肉條 讓你一口滿足 而又不會弄髒小嘴 要吃我們的雞排 要多一點耐心等候喔 我最喜歡吃一次炭烤 有一點焦 有一點焦 嚇到好處 有一點焦 真的 撒芝麻 醬汁沾快一點 麵雞大一點 麵雞大一點 來到現場 加了 非常誠實 非常的豐富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吃起來 口感跟炸得完全不一樣 外面塑風對 裡面之館味 因為它被吃了 硬的味道 剛剛好的地步 有沒有看到它的肉汁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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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 天啊 真的 他...他吃不出來 我吃吃看 沒有...沒有...給我吃 太大... 太大... 沒得咬的是有聲音的 主力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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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酥脆脆的 我有 她的臉上這樣說啦 絕對當啦 天啊 哇 天啊 哇 我發現喔 這幾個吃一台 其實它吃法都不太一樣 而且老闆都有他自己的祕訣喔 剛剛對哪一個印象最深刻 我喜歡吃那個阿亮那個 阿亮 就連骨頭都咳下去有沒有 阿亮雞排 因為我覺得那種雞肉 你那個可以啃骨頭有沒有 它好香喔 就像東山鴨頭一樣有沒有 連骨頭都咳下去 連那個鴨頭整個把它吃掉 我跟那個一樣 我也喜歡那個第一家阿亮雞排 因為我覺得骨頭能夠咬下去 代表它第一個 一定長得痛 長得舒 而且它的肺點 它的肺點剛好是一百八十度 剛剛好的臨界點的肺 真的假的 不會太高 因為第一個 第一個 太高會炸老 會炸乾 會炸柴 第二個 太低 炸不透 所以肉質就不細膩 剛好一百八十度 咬下去 那個骨頭都能夠吃 那個肉味 骨頭都能夠吃 表示骨頭一定有味道 醃得它一定入味 要焦了 炒飯 炒飯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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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吃就是炭烤 有一點膠 有一點膠 嚇到好處 有一點膠 真的 撒芝麻 過 撒芝麻 有 真的嗎 太激動 老闆在上面 馬上為大家來料理 家鄉味炭烤雞排 我最喜歡吃這種 就是炸過然後又烤過 老闆 麵雞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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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現場 加辣 城市非常的豐富對不對 那一塊快點 焦了 焦了焦了 有火 快點翻 那一塊不好吃 切到快點 好香喔 跟那個汁 好漂亮 肉真漂亮 天啊 真的好漂亮喔 那個肉 這是所謂的超營養雞排 Yeah 來 請用 而且它是炸完之後又烤 烤完之後又切 我覺得第一個吃得很方便 第二個啊 你知道那吃起來口感跟炸的 完全不一樣 你會覺得顆粒更讚喔 那個農友怎麼樣 你說話啊那個農友 沒吃過世家 沒有 人家說好吃的甜筒 外面那層餅乾很重要 對 可是好吃的雞排也是一樣 外面這層皮 就跟那個甜筒一樣 對 真的它這個皮真的咬下去 我覺得那個香味好像在吃 那種小朋友很喜歡吃下味鮮 那你再來一塊嗎 這位來自瑞芳的朋友 好啊 我覺得吃這個雞排啊 就是因為它的香料多層次的感覺 因此呢 因為整個光線上面 你可以感覺到它整個晶瑩剔透的感覺 尤其它這個皮呢 硬的脆的到剛剛好的地步 有沒有看到它的肉汁 快點 快點 你看我命 接下來還有好吃的雞排 還有 還有 十二美食 我最讚 好 秘蘇雞排 讚 長度 21公分 寬度 13公分 厚度 1.5公分 重量 222克 來到台北市林夜市 滿街都是國民小吃 人氣零嘴 尋找百分百好吃的雞排 這裡一定有 而我們要推薦給你的是 密蘇雞排 為什麼呢 這家小庫 雖然不見大排長龍的買氣景象 卻是明察暗訪之後 以當地學生住戶的口碑指引之下 而馴獲的喔 對 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選擇買這家的雞排 因為這家雞排就是很多汁啊 然後味道非常非常的特別 非常好吃 為什麼跟一般的雞排長得不一樣 還有為什麼能夠這樣紅艷亮麗 閃閃動人呢 同樣是選用CAS認真的上選雞胸肉 同樣是精心調配獨特醃醬 就因為它多加入了蜂蜜和冰糖 這些醃料讓密蘇雞排 才有了這健美有亮的雞排膚色 使用手工在醃製過的雞胸肉上 抹上一層層的濕粉 送入冷凍室24小時冰凍入味 在意標示每天新鮮送貨到每家的店鋪 精采有料又包裹著濃稠蜂蜜的雞排 直接放入滾燙的熱油當中 沒有厚重的麵粉皮蜜酥雞排 像是脂粉餵濕的少女 卻驕傲地以紅潤膚質誘人垂閒 我帶雞排肉糕吃這個讚的 好吃的 豪大雞排 讚 長度25公分 寬度15.5公分 厚度1公分 重量是332克 另外一家人氣雞排 這雞排真的好大 光是靠齒量 你可能不能夠體會到底多大 我們比給你看 天啊 它幾乎有人的一張臉這麼大了 甚至 再試試看 更大 難怪它的店名就叫做豪大 這麼大的雞排 一個只賣四十元 吃上一片可以飽上一天 所以啦 受到窮學生的熱愛 天天在餐子前面大排長龍 你可能認為便宜沒好貨吧 你深究百億這片雞排 才是用肉捶捶出來的巨大Size 不錯 當我們的外景隊 直擊雞排的工廠 我們發現 這雞排 之所以會這麼大 是使用人工 騙開了雞胸肉 讓雞胸肉完全地展開 才方便油炸熟透 緊接著 將雞胸肉醃入了醬汁裡面 24小時讓它完全入味 最值得一提的是 醬汁裡面放入了多種的中藥材 紅砂糖和米酒 所以呢 能夠提供雞排 乾 甜 以及柔軟的雞肉口感 最後再沾上一層乾麵粉 放入油鍋裡面 這雞排表皮香酥脆 裡面的汁開胃 它的大 勾住了你的眼光注視 它的香 讓你停下了腳步 甘心排隊 等候它的絕妙口味 先生小姐 答對了題目 你才能夠親口嘗一嘗 我們進來這次最大 真的好大 真的大不大 好大 真是大 而且呢 這次不愧是首善之軀 我們台北 你看 不輸太中了吧 而且你們不拍還不曉得 原來他是用人工把它弄大 你真的以為是把... 是...垂大的 我以為...我真的以為以前是垂大的 看影片不感覺它的魅力吧 來到現場怎麼樣 大家可以試試 厲害了 那你幸福口福 親眼見到 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豪大大師孩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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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大 聽說呢在網路上流傳 有一些顧客對你們的服務態度 不是很滿意 今天藉著這個機會 跟全部觀眾解釋一下 為什麼好吃的雞排 會有這樣子負面的消息 到底是從哪裡傳出來的 要跟曾經購買過的顧客 還有未來將要買的顧客 說聲抱歉 因為在購買的人數上 比較多的時候 服務態度難免會比較急躁一點 目前聘用了兩個 親善大師 親善大師 對 專門在服務我們的客人 比如說客人在排隊的時候 按摩什麼 他需要提前拿袋子 或者是說 他有帶小朋友什麼的 我們可以 有時候可不可以 甚至可以讓他先拿雞排 都沒有關係 好 現在馬上現場實地操作 快…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把雞排 做得這麼大 基本上是吸引顧客 他最主要是 現在的購買者 基本上他都比較喜歡 分量大 你覺得爽啊 顧客就好幸福的感覺 你知道因為經濟不景氣 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夠 又做 超值 對不對 花越小的錢 買到越多的商品是越好的 對 所以我覺得是藝人也真的很聰明 完全自由自己的中央廚房 去做雞肉的處理 是的 老闆 都炸幾塊嗎 對啊 不要擔心 老闆今天帶來足夠供應 全市民夜市的分量 要炸多久啊 老闆 大概三到五分鐘就可以了 三到五分鐘 是的 好 你看那個顏色 真是漂亮 這顏色真漂亮 炸透了 我們該決定一下誰吃 因為我們不能一起吃 只有一個有 好不好 炸 剪刀石頭布 這個 天啊 那個胡椒好香喔 胡椒被雞排的熱度 給整個散發 快吃 那胡椒好香 這不是好吃嗎 我不想吃 楊文是不好吃了啦 快 好不好吃 我要吃 我要吃 天啊 這個 他吃不出來 我吃吃看 沒有...沒有...沒有東西 我不怕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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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滴 咬下去是有聲音的喔 注意聽 天啊 有沒有聽到 有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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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大大雞排最高紀錄 一個月賣出過多少塊雞排 最高紀錄啊 最高紀錄 我們給大家一點提示 第一 每天營業時間 從下午2點鐘開始 到晚上12點 為時10小時 第二 每一塊雞排製作時間 大約3到5分鐘 這一題我們又帶來 各位的正負值是 1500塊 請出位 請答案 我的是不是太誇張了 你說你為什麼要這樣選擇 就是差不多1萬9千片 那個因為我剛剛 我也去買一片 所以多了 那一片是你哪一片 我也去買過啊 你問老闆 好的 來 待會兒 我沒有什麼仔細的算 因為我就算他說 如果一天10小時 一個小時60分鐘 就是600分鐘 那如果是3分鐘炸一片 就是200片 可是它一次可以炸很多片 所以也許它一個鍋 你就讓它Double到 它一次下面就有1000片 就是一個小時就1000片 而且我 以我自己啊 就是這個增加人 在巴桑去排隊的經驗 你不可能說你排那麼久 只會買一片 一定是很多朋友說 你去排隊 我去排這一台 然後一次你可能買個5片 10片 到底一個月 最高銷售紀錄是幾片雞排呢 我們請 吳店長 為我們做解答 好 證據的答案是 兩萬1000片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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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比一下你的臉 先比一下 她的臉跟不用說 絕對當好 天啊 她的臉真的很好吃 來 天啊 都聽到了嗎 家瑋 又酥又醉 然後肉質鮮美 真的是酥香脆跟滋開味 好 這次恭喜我們何家瑋 謝謝 好 自衛的小吃 是可以流傳許久的 一代接一代延續下去 傳統的料理 道具的小吃 更是所有異國風氣 無法取代的美味 無論是古早味 懷舊風 還是創意流行 台灣小吃 大家都說讚 夏日冰品總獎禮 最大的冰 最小的冰 最新的冰 我感覺什麼感覺 我感覺 鹹的 它是鹹的嗎 鹹的 這是墨魚 對不對 前面大概在這裡 摔到多少錢 不能講 你等一下再看 墨魚真的吃到海味 海味 如果給人家飛魚圓 弄在一起 然後用它加這個奶冰 有沒有 下去 你的冰菜已經甜了對不對 掛開之後啊 你看都聽傻了 你再抱個孩子一下 你看 真的好像飛魚 吃的感覺趕快告訴我們 好不好 來 好可怕 而且啊 因為這冰魚圓是處理過 如果沒有處理過 冰魚圓吃到今天會 像口香糖一樣 那個膠質全出來 那還不能分進去 我要跟薛姐姐說一句話 說 好好吃喔 我相信啦 剛才呢 我們要特別的這個 每個人都有吃到這個 香香酥酥啊 我的最新鮮的雞排 所以說每個 這邊我們非常感謝呢 《中國時報》呢 給予我們這次的整個事 資料提供 對 資料提供 接下來呢 我們這些單元呢 不得了 因為夏天呢 肯定很熱 你說在室內的烤箱的新聞長呢 在室外的 就通通曬成太陽這樣 對 對 對 這個時候呢 什麼東西也吃不下 這個時候 要吃什麼來消暑呢 當然是吃冰啊 答對了 我們現在接著開來 我們帶大家起來吃冰囉 以欣賞我們的 全都美食BEST BEST BEST 大考過後 夏天真正來到囉 可是 曝曬在38度的高溫之下 即使你穿著清涼 還是難以消除 幸福的一馬火 現實過 要是能夠來上一盤 剉冰 嗚呼 這才是最快 最有效的消暑良方了吧 今年來吃冰 已經不再單純的 只是為了一時清涼 它更是一種追求 時尚流行的活動 而市面上的冰品種類 霸霸款 每一年還不斷地 推陳出新 想知道2013年 吃什麼冰 最Fashion 最清涼 最超值的 最好吃的 2003年夏日奇冰特輯 最燙的冰 在傳統的冰店中 配料就像洗濕一樣 在櫥窗中吸引客人的目光 讓客人用眼睛小小暑氣 但是在這裡只見老闆 面前的幾個鍋子 熱滾滾地在烹煮餡料 老闆 這會不會太熱了點啊 正老牌修林冰 早在三十幾年前 可是潮州頗具盛名的甜湯店 只要是在冬天 總是門庭弱勢 除了滿足客人的口譽之外 同時還能夠暖暖身子 可是到了夏天 這麼熱該怎麼入口呢 口禪仙級的客人 為了吃就想到這麼一個妙招 飯 我卡一個冰的喔 沒想到一吃之後 真的不錯喔 從此之後 最熱的冰就誕生了 所有的材料 老闆都一直持續地加熱 尤其是湯圓 更是現點現煮 紅豆的棉 芋頭的香 甜入米粥的爽口 還有老闆的驕傲 花生 從挑選到製作 整整要花費八個小時 口感吃起來更是 嗯 至於吃法 老闆則建議 要由下往上 從外向內慢慢地吃 如果你想將所有的冰和餡料 拌勻的話 嘿嘿 在熱冷相剋的情況之下 冰就會開始融化喔 但是不拌勻的話 又怎麼會有甜味相伴呢 老闆啊不用擔心 老闆早就想到了絕妙的方法 在烹煮餡料的時候 都先加了白砂糖下去烹煮 所以啊 就算你不拌勻著吃 每一口也都能夠吃到淡淡的甜味喔 夏天吃剉冰沒什麼了不起 夏天要吃熱的剉冰才有創意 有機會來潮州吃 正老闆能熱冰 不要緊你吵了 如果你有一個E-mail的新疆 相信你一定曾經收過 這麼一封電子不見 超重量級冰品 太誇張囉 這碗冰 這碗冰 真的太誇張了吧 你一定跟我一樣 在懷疑這真的還是假的 是的 收看全能美食秀 你可以不用廢移猜喔 美食特勤小組 馬上找網路的線索 來到台北公館的東南亞冰店 讓你親眼驗證一下 是真的耶 這就是傳聞當中五九九元一盤的全家福巨物吧 在這一顆的冰瓶裡面 光是剉冰的冰塊 就給我了整整的兩大塊 你還可以品嘗到現切水果六樣 店內特製八種口味的冰淇淋 每一顆都像是拳頭那麼大 天啊 這麼大分的全家福巨物吧組裝起來 竟然寬二十九公分 高三十五公分 重量竟然高達十三財金呢 根據老闆表示 需要十個人才能夠順利吃完它 這實在是超重量的冰瓶喔 讓大家保足這兒吃這冰 實在是了不起啊 但是正當製作單位號召眾人 拼命課冰的時候 竟然發現了牆上一張照片 什麼 黃金巨無霸 這可是東南亞冰店2003年 超越自我極限的新作品呢 不只是價錢提升為999元 材料下手更重 光是做基底的剉冰瓶磚 就用了四塊 現切的水果增加為七樣 特製的冰淇淋更多達12球 組裝的時間花去了整整一個小時 最後再接上兩片單價100元的實用金箔 就完成了全台唯一的黃金巨無霸了 這一條船寬90公分 高32公分 它的重量竟然高達18.3台金 據說要15個大人才能夠吃著玩 想試試看嗎 這一份限量炒製的冰品 記得要先 還有啊 要把朋友早期了再說呢 但是價格便宜 不代表品質也會打折喔 根據報導指出 它還是少數通過有關部門 檢驗合格的冰品呢 老闆娘我要外帶紅金去吧 小姐 這冰怎麼能夠外帶呢 你看 開始 如果想外帶這份超值美味的冰 記得要四倍容器喔 最小的冰 為了尋找新奇有趣的冰品 美食特勤小組 從南到北四處的遊走 就連百貨公司也要逐層的搜查 果然 就是Minimate冰淇淋 據說是全世界最小的冰淇淋 它到底有多小呢 這一小顆一小顆的小丸子 是冰淇淋嗎 沒錯 你眼前看到的這一顆直徑約0.7公分 大小的小丸子 的確就是冰淇淋喔 只是這一顆顆小小冰淇淋 體積比一元的硬幣還要小 是要安裝吃呢 Minimate是英國最貴豆的冰品 運用新鮮水果製作成冰淇淋 再透過負187度激凍 經儀器壓力噴射出一顆顆小冰淇淋球 一共有八種口味 每次以紙杯裝來販售 還可以挑選兩種口味 一口氣就可以吃掉上百顆的冰淇淋喔 但因為小巧可愛 所以特別適合美少女們來品嘗 一小口一小口的吃 享受著一小點一小點的苦冰口感 我們這裡有最Q的冰淇淋 好吃又不黏手喔 好可怕 好可怕 等一下 剛剛對兩個冰感受最強烈 我比較喜歡吃熟齡冰 因為我吃過 其實很好吃 對 因為你看它把那個芋頭啊 紅豆 綠豆 我覺得他們都煮得那種很綿密 然後吃在口感 我覺得那就是那種 道地的台灣味 光那個花生 妳知道老闆燉八小時 八小時喔 對 那個是真功夫 我有去過那個巨無霸那家店 然後我吃的就是 在鏡頭一出來那個大同的那個 就當初是在我眼前的時候 我有想回家的感覺 真的很大很大 然後我們四個人吃不到四分之一 四個人 我們要吃什麼冰呢 各位 誰想吃冰 最小的 現場 來 最小的 馬上試吃 來 夠了 好小喔 好小喔 出來試吃 巧克力 有什麼口味 對 都有 你們對什麼好奇就先吃 然後再吃 對 那我想到小的時候 吃跳跳湯 感覺 很有趣 把他頂住 你做什麼 你在那盪人怎麼樣 如果你不想那麼快忍 可是我頂不住 這是墨魚對不對 對 請問一下 像這一刻你要多好吃 不能講 有問題 可以猜猜看 對 墨魚真的吃到海味 海味 墨魚要加它飛軟 那種坐在一起 然後用它加這個腦筋 有沒有 吃下去 你的冰箱已經甜了對不對 化開之後啊 你看都聽傻了 你跟爆了台語 這個很主要推你喔 吃的感覺趕快告訴我們 好不好 來 吃 好臭喔 好可怕喔 聽說啊 在基隆的碧山漁港旁邊 新開了一家冰店喔 推出了時尚最新的冰林 那麼這一定得查一查啦 看一看到底賣些什麼內容 冰淇淋 泡泡冰 正常啊 什麼 墨魚泡泡冰 海苔泡泡冰 蝦冰 海鮮可味的冰 好吃嗎 因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那我是海邊長大的小孩 所以理所當然就就地取材 以海洋的這種海場為出發點 專賣海鮮冰 這點子夠猛 店裡面一共推出了三種系列的海洋冰品 使用進口墨魚汁 所製作而成的墨魚冰淇淋 邁向最嚇人了 但其實並沒有海鮮的腥味喔 輕輕淡淡 滿好吃又健康 據說墨魚汁還有抗癌的效果呢 而從八斗子海邊現採下來的海苔 所製作而成的海苔泡泡冰 品嘗一口之後 彷彿海風吹浮的臉龐 來自海裡的鮮甜口感 這一口海苔冰又包括喔 而最新的冰指的就是這個世間僅有 台灣獨家的櫻花蝦冰了 將新鮮的蝦打成了汁 拌入冰淇淋粉裡面 經過了製冰機十分鐘的製造 顏色最亮麗 海鮮味道最接近原始的海味蝦冰 就完成了 那一整嘴的蝦甜蝦鮮 這樣子獨特海鮮冰 你能夠接受嗎 你能夠想像它的口感嗎 還是聽聽客人怎麼說吧 先生小姐 請問一下你們吃的是什麼冰 綜合口味的冰淇淋 你吃的是什麼口味 他們說這是蝦子 感覺有蝦的味道很濃 會不會很新 不會啦 可是滿新鮮的感覺 我吃的是冰淇淋口味 看起來好像很有冰淇淋 看起來黑黑好像有點怪怪的感覺 可是吃起來沒有冰淇淋的味道 小姐請問一下你們吃的是什麼口味的冰 蝦冰蟹醬的口味 有什麼特別的 這裡面有蝦仁 還有干貝 你敢吃喔 敢吃啊 很好吃啊 好特別喔 天啊 這簡直是把頂級的生魚片 搭配到冰品上頭了吧 這一盤蝦冰蟹醬 除了有櫻花蝦 雪花冰鋪底之外 上頭還放上了一尾的龍蝦 乾貝 螺肉 飛魚卵 天啊 乍聽之下 這樣子的搭配好像有些不協調 但是嚐過的人都說讚呢 你是不是也應該拋開了成見 大膽嘗一嘗這道正宗海味的蝦冰蟹醬了呢 也歡迎所有肯定我的創意的朋友們 能夠來挑戰我的海洋冰蟹 Oh my God 看到了 真特別 我想全國大概有95%以上的觀眾 現在大概心中都跟我有一樣的疑惑 那個冰到底好吃不好吃 根據我們的工作人員表示 他們去吃的時候呢 帶著很大的疑問 跟這種懷疑 猜忌不可能 不可能 一吃天啊 那個表情 沒開眼笑啊 我抓過飛魚 那飛魚卵是這樣成串的 他要經過處理 然後他吃在嘴裡是有那種 就是脆脆的感覺 所以口感很棒 對 所以他放在冰上面 我就很難想像 蝦冰蟹醬的美食料理人 薛麗妮 小婷 歡迎 歡迎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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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各位都是東京的隱形 裡面這麼多食物 我跟你講 因為這麼多海洋素材 哪一樣東西吃起來最有 原來的味道 我想蝦 那蝦 他本身就是新鮮的蝦做的 如果很喜歡吃蝦的話 他覺得真的很享受 可是如果他會覺得 比較怕腥味 他會覺得是滿腥的 其實沒有腥味 有冰淇淋的味道 所以蝦是最兩極的 愛最愛 不愛最不愛 就是愛最愛這個代表 這個就是跟台灣的一般那種 就是冒險的精神有關 真的要有冒險的精神 為什麼 因為蝦冰蟹醬 我有換一點奶酒 那我的店裡頭 也有酒冰系列的 那蝦冰蟹醬 它還有用一些料 那這些料大部分都是 也滿熟悉的 就是如果你常去日本料理店 你可能都會吃得到 就是干貝 龍蝦肉 干貝 龍蝦 魚卵 魚卵什麼的 對 整粒的干貝 所以大家都會認為 這樣的組合跟冰組合 很多人就跟你講說 我在感情上就沒辦法接受 它就是鹹的冰 沒有 他們都會說 海鮮就應該做成海鮮 其實它是甜的 好啦 為了不讓我們的冰品 在攝影棚裡面 強大燈光照射下融化掉 所以現在有主持人 為你們各位先試吃一下 不是 不知道 吃了嚇一跳 就是這個玩意兒 曾小辰 來 剪刀 石頭 不 還是石頭 其實我每次都出石頭 其實會出別的 你每次都出石頭 你知道我 你小叮噹 惡性跟石頭一樣 明完不化 真的 會吃啊 這個是小叮噹只會出石頭 對啊 你小叮噹啊你 真的 你每次都出石頭 現在我吃到的這個是蝦的 蝦冰淇淋 然後下面弄了飛魚卵 旁邊在裝石飛魚卵 它上面 它臉吃都化了 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 鹹的 它是鹹的嗎 鹹眼甜 飛魚卵 就跟你剛剛說的 對 在齒夾裡面 像口香糖 像嚼口香糖 有沒有 像嚼口香糖 一個一個把它咬破 足個兒的把它咬破 對 飛魚卵的口感就是這樣子 先美味看得見 老闆娘是不惜成本的 這個就是墨魚 真的 這是墨魚 對不對 對不對 請問一下像這一刻要多少錢 不能講 這是問題 對 墨魚就真的吃到海味了 海味 墨魚在加飛魚卵 然後坐在一起 然後用它加這個奶冰 有沒有 吃下去 你的冰一開始是甜的對不對 化開之後啊 你看都聽傻了 化開之後啊 我就吃到那個海味 那個墨魚在口家裡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不相信 請問這樣一份 完全由海鮮做成的蝦冰蟹醬 售價多少錢 我們給大家一點提示 第一 裡面材料包含有 飛魚路軟龍蝦 干貝羅肉 跟一顆蝦口味的冰淇淋 提示第二 最高紀錄曾經在一天中賣出十份 丟到各位正務值呢 五十塊 請出示答案 謝謝 好 因為我本來 我自己覺得它應該很貴 可是剛剛老闆娘說還好 然後我想說是小盆三九九 其實都還滿合力的啊 而且這樣一盆 應該不可能一個人吃啊 兩個人三個人吧 目前更便宜的一位 一百五十元 你怎麼看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是走勢 你覺得水姐姐是吃雞功德會的 對 沒有 它只有那個中低價位 對 比較容易吸引 剛開始 對 比較可以吸引到不敢嘗試的人 好 我們有沒有人答對了 聽到這個名字 不但有人答對 而且有人答對 完全猜中正確的答案 這個人 這個人 等一下 不但可以現場吃到 還可以帶一份回家 到底 真的假的 到底這一份蝦咪蟹醬 在最好一盆裡面賣多少錢呢 我們請老闆宣佈正確的答案 海鮮做成的蝦冰線價 到底賣多少錢呢 到底賣多少錢呢 兩百元 兩百元 現場恭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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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抱個孩子 你看 然後另外兩個人就合吃 吃的感覺趕快告訴我們 好不好 來 好清楚喔 好可怕喔 那是什麼東西啊 而且喔 因為這飛魚卵是處理過 如果沒有處理過的飛魚卵 吃到最後會像口香糖一樣 那個膠質整個出來 那還不能吞進去 真的 阿姨有經驗喔 我不信 我不相信 這個是處理過了就不會了 好 我要跟薛姐姐說一句話 說 好好吃喔 我相信啦 薛姐姐妳知道嗎 我知道妳為什麼加這個 豬花蝦了 因為我覺得它就像我們一般 吃西式的冰淇淋裡 會加那個杏仁片的那個口感 脆脆的 然後還有那種香濃的味道 它的櫻花蝦 還有那種鹹鹹的那種海洋味 很棒 要命 我願意嫁給海龍王 NONO 那怎麼啦 跟妳說一句話 莫的口味相當的味道 甜甜的 甜的很好吃 你吃不到那個腥味 吃不到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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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味道 剛才我們在吃的這個感覺 我們可以發現 充分地感受到好的味道 在味道 對 要分享的大家要靠推進 好的味道 我們必須要被考定 也讓那些美食教練人知道 由我們在這邊支持他們 不過最重要的是呢 每一個禮拜 一定要記得按照收看我們的 全能美食 show OK